你過得好嗎 不好 我過得非常不好 你 你先說吧 我見到你姐姐了 小雅跟我說了 你從沒說過 你還有個雙胞胎姐姐 我也是跟你分手之後 才跟她相認的 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以為她就是你 我想盡辦法接近姜博 就想查清楚你和她的關係 現在想想還真是可笑 她怎麼會是你呢 凌生 其實我今天找你來 有件事情要跟你坦白 你根本沒有出國對吧 那個人 也根本不是你的男朋友對吧 情訴都告訴我了 看來 你是真的很討厭我 為了躲開我 連這種謊話都編得出來 你以前是從來都不說謊的 沒關係 我現在已經承認 我們已經分手了事實 你不用往心裡去 其實我想說的 不是這件事 什麼事 我不會抽什麼岔子的吧 這邊去 今天主持會議的 是江家的大小姐 路修也乾得起來 是啊 別想要 還能行 去拿著 對 對 這現在 陳理事到底搞什麼鬼啊 電話也不接 都這個時候了 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呢 不然聯繫江總吧 除了您跟陳先生外 最瞭解融資計劃的 就是江總了 我哥現在生我的氣呢 他肯定不會來 我相信陳理事 他肯定會回來的 你說什麼呢 我都聽糊塗了 情緒雖然是我姐 但是之前在江家 假扮她的 是我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是真的 我之前怕你糾纏我 暴露我的身份 所以我就找來 蕭雅的男朋友喬治 來幫我騙你 不是 你為什麼要假扮情緒呢 因為情緒 還了別人的孩子 他怕江家人知道 他懷孕了 所以讓我假扮他 後來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你沒事吧 你豁知什麼時候 變成這個樣子 你不僅欺騙我 還眼睛睛看著我 和江博的關係 越走越近 你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我知道陳媽媽很喜歡博爾 只有博爾才能讓你幸福 狗屁 你在玩弄我的感情 陳吏生 難道現在你還不明白嗎 我們在一起根本就不合適 就像曾經我們非常地相愛 可是我們在一起 不會得到祝福 更加不會幸福的 和江博爾 你為什麼不問我 我哪裡過得不好 為什麼過得不好 你有真心關心過我嗎 我真的有這個資格嗎 你當然有資格 因為你要負責 是你讓我心裡 同時住著兩個人 一個你 一個姜博爾 我每天都在問我 自己愛的是誰 我能和姜博爾在一起嗎 我有資格跟他在一起嗎 那從今天開始 就忘記了我 大膽地去愛江博爾吧 他雖然任性 都是個好女孩 別說這是 躲不開的雷電 別說兩個人是 兩個世界 讓一天像一年 讓一天像一天 怎麼能走進你去一天 對不起 陳吏生 我希望你能幸福 還不開始啊 我會出什麼岔子的 江總 人都到齊了 什麼時候開始 怎麼回事啊 還不來啊 不要去啊 我腳好了 稍等啊 您在路上了嗎 會議已經開始了 您趕快回來吧 今天 由我來給大家主持 今天的這個會議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公司做的方案 我先給大家闡述一下 我們公司的理念是 我看江市地產公司 沒有做好融資會議的準備 請不要耽誤大家時間了 我看也是 好我們走吧 不好意思各位 我來晚了 現在高價賭車太厲害了 您沒會兒回去的時候 千萬不要走高價了 好了交給我吧 好了 現在由我代表我們江市集團 來公布我們今年的通資計劃 請看 這是我們的初期建設的概念 在上面這個立柱 使用所有的植物包裹完成 這個事啊你回頭啊 盯緊一點 好 一切跟江總對接就行 謝謝王老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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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啊 大家認可你江村 主持五星級酒店的項目 我是當仁不讓 要成為股東之一呀 而且大家一致認為 在董事長病危之際 能夠掌舵江市地產的 非你莫屬 謝謝 謝謝各位的支持 後續的工作我會繼續跟進 我向大家保證 這個項目將會成為 環保建築的風向標 好 那合作愉快 非常感謝 合作愉快 走 慢走 來 江村 你有什麼意見 可以當著我的面題 你是我哥 怎麼教訓我 我都可以接受 可我沒有想到 你是這麼卑鄙的人 竟然背地裡暗算我 是你讓我跟你一起 來參加會議的 可是你不來 等我下不來台的時候 你像一個英雄一樣登場 你這分明就是看我笑話的 你知道我不行 為什麼不早來啊 不是 這個電話啊 是我打的 一年多的心血 我爸出什麼問題 我就給他打個電話 對 他有本事 他是江家的頂梁柱 我不過是爸從外面 抱回來的一個野孩子 我哪有能力掌管公司啊 不過你別忘了哥 爸就算想把這個公司 托付給我 也不願意給你 江大學姐 行了啊 這麼多人就別說了 這麼多人怎麼了 我還不能說了 之前阿阿姨跟我 說得很對 你江村根本就沒有 把我當一家人看待過 你們個個都是騙子 你是陳凌生更是 阿阿姨說得沒錯 我這個世界上 我誰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說完了嗎 知道了